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我的頻道,我是James 今天我們要來看的是日本混雙中的杜邊勇大 他的杜邊勢收掉 杜邊勇大他的跳起高度非常的高 速度很快,殺球具有一定的威脅性 殺球、吊球的姿勢非常的一致 從後面的影片可以看到 人家啦,姿勢一模一模啦 這也讓杜邊的收掉,具有極高的欺騙性 再來這場對戰考克夫婦 看看這個腰,看看這個腰 這樣也能收掉 難怪日本人都稱杜邊勇大為雙打天才 讓我們繼續看下去吧 看看這個起跳高度 以及讓考克先生站到底線去防守 從這個角度可以看到杜邊跳得有多高 從以上影片我們可以看到 杜邊的收掉都是在最後一刻 才發生變化 才讓人捉摸不定 我之前也有聽教練講過 釣球要具有高度欺騙性的方法 就是你一開始預設就是要殺球 但到最後一刻 才改成我不要殺了,我要釣球 這樣子打出來的釣球就會很具有欺騙性 希望大家從這個視頻中可以學到一些收掉的技術喔 如果你喜歡我的頻道 請別忘了幫我免費訂閱還有按讚跟分享喔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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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